大家好,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小户型,二十五屏的五个小户型 然后这个是二十五屏,应该实际上是郑州的,郑州有点小户型的这个 然后这个户型的话,这里应该是入门的地方 入门以后,这边是厨房,这边是屋室 客户和卧室是在一起的,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是进门的地方,然后进门以后,这边是卫生间,这边是厨房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厨房吧 厨房的话,他们这个户型的厨房还是做的还挺大的 这边是洗菜的,然后这边是做饭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冰箱,放一个冰箱洗衣机 这里应该是空气,因为这里应该是有窗户 然后这个空间还是两个人还是够的 然后上面都是屋柜什么的,下面都是屋柜 这个空间还可以 我们看一下卫生间吧,这里是卫生间 卫生间整体,它这里应该也是一个厨房 卫生间必须要有窗户 然后这个是指数圈 这个是指数圈 这个是指数圈 好,相关 这个是指数圈 然后它这个卫生间马桶上面做了一个置物架 这个置物架方便就放一些东西啊,放一些毛巾什么的 刚刚我们自己家里面也放的有那个置物架 但是我们自己家放的置物架是小的 是那种置物架 所以就是方便放很多东西 然后这边是洗澡的地方,淋浴 淋浴的话空间就这么一样 但是一个人洗澡工作,各个淋浴是这样的 好,这边是客厅和卧室 客厅和卧室是一起的 客厅和卧室 小户型基本上没有装那种电视柜 什么电视墙 它直接就是一个小桌子 然后每个人放电脑什么的就可以了 然后在上面放了 就是做了很多那种置物架 然后旁边这边有个柜子 柜子 基本上这种小户型的话 应该就是柜子做多一点 应该就是想让你储藏物品 衣服啊什么的 看没地方放 这边都是柜子 上面都是柜子 然后这里也可以摆一些酥呀什么的 然后这上面也可以摆一些茶具 对,照片 然后沙发 这个沙发是粘在一起 这个沙发休息的时候也可以尝一尝 这边是床 床它们小户型基本上床和沙发室还在一起 这个床 这个床挺好看的 然后也挺舒服的 这个床是1290床 这个床很舒服的 床还挺好看的 我挺喜欢这种工作的 有点光竹风 然后女生一定要有出装台 操作出装台 跟床是一起的 一样是挺好看的 上面可以摆一些化妆品 这个灯也好看 墨地灯也挺好看的 这里也还是衣柜 然后上面也都是储物柜 可以放很多东西 衣柜的话 都是衣柜 这个衣柜还有静 然后下面好多抽屉 可以放一些小布衣 这个整体就是一个小布衣 25屏的小布衣的装饰 这个应该是设计师设计的 因为基本上很多地方设计的都很合理 而且空间利用的很好 然后如果有买这种小布衣的房子的话 可以借鉴一下这种风格 感谢了